台灣看世界 來看美國的總統拜登 上禮拜李總統 打算第一點的辯論 表現奧打 我介意 他是不是有辦法 再來做四年的總統 美國哥倫比亞 CBS公佈公司 公佈到最新的民調 有七十二次的選民 因為拜登的心理 跟人體的能力 沒辦法再做總統 要他替算 不過說拜登的最新嘉賞 希望拜登可以堅持下去 但是要怎麼來 稍後他的支持者 繼續給他收聽 這拜登強行是要 非常非常的拼死 考慮拜登歡迎 加班 馬京鐵川普愛公北策 今年美國總統 打算 頭一頂辯論 如果在美國 再來必須關注 國際社會 大家也都盡緊 想 我都說明天 也都來跟拜登會 欧洲民會對拜登的表現 超過一半都很意外 變論會結束後的拜登 很多選民都感到不夠出來選 比如哥倫皮阿公佈公司CBS 30號公佈的最新民調 70%已經定期的選民兩回 拜登的投稿和人體的認得 不適合做總統 應該替選民主黨來 謀罰拜登的相欣 CNN消息聯署說法 說拜登處理的人 希望拜登可以繼續選下去 但要如何稅候民主黨支持者 繼續支持 拜登強行要真拚 怎麼可能 還有一次 在主北京的美國 前總統川普 他的太太 未來年最近很多重要的 競爭活動不去 美國媒體引述消息聯署說法 說未來年已經跟川普說好事 未來未幾天都在前第一次前 這確定下面警察保倫有關係 因為保倫預計今年秋天 會進行紐約大學 未來年已經決定要用這個時間 來播放學生到紐約大學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卻正人 咱們 也巴 賞 按讚 感谢观看